台湾各原住民族织布文化和技术是各有千秋 2007年正名成为台湾第13个原住民的Sakiraya族 老少族人前部后继积极附赠族服还有织布文化同时 年轻的族人也利用现代化织布器具辅助 让Sakiraya族的织布记忆不仅是虽说过往更是既往开来 物质地支为台湾原住民族群普遍使用的织布器具与方式之一 不过Sakiraya族则多数选用织制制布器具 轻巧又轻便 当时因深藏阿美族部落 日治时代日本政府无从辨识而将其列为 齐来阿美的Sakiraya族 2007年正名成功后 即便因此复阵文化之路走得艰辛 但部落齐劳努力复赠并记录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工艺技术不让Sakiraya族再度隐形 80多岁的女性阿嬷凭借着记忆重新找回Sakiraya族的传统支部记忆文化 也透过各项支部研习课程来传承发扬 部落七年循着传统支部文化脉络之外 也利用现代化支部器具辅助 迈向Sakiraya族支部的新时代 我觉得是都有好处 但是年轻人就是还是要先学最传统的东西 然后再继续演变它的基础 慢慢演进 然后去融合当代不一样的来自国外的 或是一些技术的引进这样子 会变成自己的文化的内涵 台湾原住民族精湛的支部记忆 更包含了族群文化意涵在其内 为台湾的文化瑰宝 而在Sakiraya族编织文化复赠过程中 除了追寻过往之外 同时也在调整如何让支部文化活在当下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